有一天,野狼觉得又饿又无聊 去找发明家小羊玩好了 他家很好玩 而且那里说不定有东西可以吃 发明家小羊你好吗 发明家 你在干嘛 当野狼来到实验室 眼前的景象让他吓了一跳 野狼你看 我飞起来了 我会飞了 我会接住你 快下来啊 发明家小羊从口袋拿出戳破泡泡的工具 泡泡马上就破掉了 这个新发明好好玩哦 你要不要也试试看啊 不要,我不想,我不喜欢飞在空中 野狼,我们睡在室内 而且有了这个戳破泡泡的工具 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不要讲这个了 你这里有点心吃吗 我本来有颗苹果,但是吃掉了 为什么你没有留一点给我吃呢 野狼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 他走向大门 准备要打开大门的时候 他想到一个狡猾的点子 发明家小羊 怎么了,野狼 我刚才想了一下 老实说,飞在空中这件事 的确还蛮有趣的耶 是吧 这个发明是不是很棒 没错没错 你可以示范给我看看吗 发明家小羊很兴奋地示范给野狼看 野狼,你看 先按这个钮 就会有泡泡把你包住 然后再用这个工具把泡泡戳破 野狼马上拿起这个新发明 准备开始试用 出现一个超大的泡泡 把发明家小羊给包住 还真的有用呢 虽然发明家小羊大声地呐喊着 但泡泡外却什么都听不见 不用担心 等我教会母鸡们怎么飞之后 就会回来了 我想他们一定会愿意 给我几个蛋作为回报 我很快就回来 什么,什么很快 赶快放我下去 野狼 野狼快步跑向鸡舍 小姐们 准备好上飞行课了吗 野狼把母鸡们一只又一只地用泡泡包起来 但是最后一只母鸡趁机跑走了 别跑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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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跑跑 当野狼在抓母鸡的时候 他不小心失误了 哦,我的鸡蛋呢 原来他刚刚在抓最后一只母鸡的时候 不小心把鸡蛋也包起来了 我刚才忘记拿戳破泡包的工具了 这该怎么办呢 根本够不到 鸡蛋飞太高了 不能去找发明家小羊 运动员小羊在受训 最好找天才小羊一定可以想出办法 就怎么办 天才小羊 天才小羊 天才小羊正在用平板玩游戏 听到有人在呐喊他的名字 好好玩哦 去吧 天才小羊 野狼,怎么了 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又做了什么事 没什么 我刚刚在教母鸡们怎么飞 飞行客吗 跟我来 用看的比较快 野狼带着天才小羊来到鸡舍 你看 懂了没有 你在笑什么 这一点都不好笑 母鸡们还有我的鸡蛋都飘在半空中 你还笑 这跟我刚刚玩的游戏很像 我笑是因为实在是太巧了 你愿意帮我吗 如果我站在你的肩膀上 我可以碰得到吗 不行 不够高 也许可以跟发明家小羊借梯子 呃,他应该没有空 呃,那 嗯 怎么了 我突然想到 可不可以用游戏里的方法 要怎么操作呢 让我示范给你看 按这里 就可以丢球 泡泡就会破掉 哈哈哈哈 太帅了 借我 我想玩一下 野狼 别忘了母鸡们 差点忘了 我的鸡蛋 我是指母鸡们 我晚一点再玩 好 跟我一起回家 去拿彩色泡泡 别忘了 我们需要每一种颜色 赶快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野狼 准备好了 预备 三 二 一 哦 我接到了 怎么会 我的为什么没破呢 你应该 要用同样颜色的泡泡 橘色就要丢橘色 如果你拿蓝色丢橘色 泡泡就不会破 哦 好的 那来试试看吧 三 二 一 泡泡真的破了 快点再继续丢吧 红色丢上红色泡泡 蓝色丢上蓝色泡泡 接好了 接到了 别担心 我好喜欢这个游戏 我也好喜欢 小心点 别把蛋摔破了 你把母鸡接好吧 这些母鸡这么珍贵 我怎么可能放手 哦 老头 为什么要啄我 我刚刚教你们怎么飞呀 靠左边一点 野狼 准备好 准备好了 最后两个泡泡 黄色丢上黄色泡泡 绿色丢上绿色泡泡 剩最后一颗 我失误了 别担心 我来试试看 糟糕 我也失误了 快点 再试一次 太好了 我救了最后一只母鸡 我们赢了 野狼 它们好像很生气 我亲爱的母鸡们 世界上最美的鸟 刚才的飞行课还不错吧 我们快跑 快跑 快呀 跑 快跑 快跑 啊哈 啊